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 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好 回来九月二日的啤梨晚步 这么快是九月了 其实现在的天气都开始凉凉的 当然不是说凉 但是有时早晚也不太热得紧 農曆七月就未过 好像这两天是月尾 然后就是鬼门关就删了 好了 今天我们首先讲一下结业潮 其实我上个星期五 就去这个打边坞 就说爆桌 这么厉害? 爆桌 已经算了 中夏秋冬 我是全神爆 刚刚禁了一张桌子给我们三小孩 哇 我没见过 很多年 然后我跟他说 你怎么这么想 他说是今天而已 我不知道 但是后来我错下去 我旁边的两张桌子 都似乎是游客 一台是大陆客 一台是马来西亚客 但是后面那些是全外香港客 都是白 你别管了 说真的也是开心 虽然我见到 他最年轻的雇员 我想他年轻的雇员 生意不好 就移动了 或者人们不做 只剩下几名 最年轻的雇员都只剩下60 我相信 那我昨天就去新达廣场 研眼 拿眼镜 排队上去新达廣场 都排了20分钟 这么好的生意 不是 始终这么说 街市也是 排队要排队那种 停车场 你始终 就来开学 那些人玩完了 回到尾 在家里吃饭 那么 其实 我有些朋友跟我说 整个八月 其实深圳都少人了 因为有些人出了门 有些人玩得远了 又或者有些人累 玩得累 不知哪样 但是你在香港 北增的事实就是 保守估计少了几十万人 而游客 又不下来 或者下来又不过夜 那你的消费就很大件事了 今天 这个不是我做 这个 现在被告人破产 于品海先生的香港01做的 也不是全港商铺结业的潮 那他说做了一个统计 用记者 他们是记者做的 他说粗略点算之下 OK 他就由 用什么 由各集团发出的 结业通知来点算 哦 即是集团发出的 结业通知 或者在网上找到的 那找不到的 我想 只要多 不会少 起码 接两个月 八九月 整个食肆 已经有五十间了 OK 除了地区小店以外 亦都不乏名店 和连锁集团的分店 这么说 OK 好了 九龙 有十七间 新界最多了 十八间地方大些 三十五间 港岛十十一间 全港计有四十六间 好了 第一就是 红磡 甜蜜蜜 面包西饼店 我知道哪里 当然 平民面包 一个蛋挞 买四个半 四个半都叫平民 现在 店方的章帖告示 就说 难顶沉重租金 选择结业离场 另外 在何文团 压立的三十一年的 德国热狗 我真的不知道 有关这样的东西 你有没有去过 很多年 三十一年 我反而没有去过 三十一年前 先看看 现在是20 即是九 三年 我就真的没有了 因为九十年代 我已经不出业 在做东西 和何湾之苦 好了 德国热狗 店方在instagram 说 九月二十六日之后 正式离开 何文田 盛利道 我大概知道哪间 基隆 说过 八月三十一号 深水宝店 收皮 牛角同系的和平饭店 V-walk分店都结议 V-walk 是比较多 除了地区小店之外 也有连锁集团的品牌 有KFC 薩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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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有没有搞错 至于早前成为热华 这间真奇怪 韩国人主理韩式无人即食面店 Rudu Bridge 今年二月在北角和库地铺 开业 和库道 上个月已经收皮了 二月 三四五六七八 即坐了半年 六百平方尺 每月二万八元 老实说 六百平方尺和库道 二万八元真的不贵 真的不贵 他每包的韩国即食面售价二十四元 OK 加配鸡蛋四元 芝士四元 午餐肉六元 泡菜四元 每份四十二元 计算每日平均要买二十二碗才够交租 二十二碗 就刚刚 买二十二碗麵 就够交租 不计那些麵和蛋的成本人工 OK 那如果这样计呢 二万八元真的不贵呢 我想他其实做 一日呢 如果二万八元租 我想他做 七八千元一日 甚至乎六千元一日 一个月十八万 我当你消货成本 你如果买到四十多元 都有五六成的 我当它五成 十八万也有九万 那九万你减租 应该就围到皮 那就是说呢 即是说呢 你连几千元都做不到 哪有空跟你吃几十元 自己 老老实实说 因为 他的想法 我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就是 他租真的不能说贵 如果二万八 屌你了 你只不过是一包 韩国籍食麵 还要自己做 是啊 我倒你了 我不是在家吃 是啊 我包籍食麵 十元好吗 自己做的蛋 自己做的芝士 自己做五餐肉 放些泡菜 我想给你四十二元 如果那是几十元 我去茶餐厅吃 不是 几十元我已经有个早餐了 是啊 是吧 所以他这个 我认为是不做得准的 OK 好了 我们看一下那个 结热名单先 做照片来看一下 好 结热名单 这个就是 我都是download 奉去你 什么的 你没有爆开十六间 说到 我这些是有些不懂的 是 船王朝乐园 用什么 什么寄冰室 盐寄冰室 盐寄冰室 柴湾 接着是柴湾 Ludel Beach 这些一定做不到 麻酸岳 金寄冰室 柴湾 好像很熟 中华云咸 这家是什么 Patees French Bittreau 即如冲 利丸美食 沙利亚海宜半岛分店 Pizza is first Do you know this Pizza is first 就是用来 其实都坐在一两个位 主要做外卖 刀秀皮 寿司做 香港仔富豪食堂 全部收皮 九龙和平饭店 刚才说过 Rework 强技小厨 长沙环那么熟 长沙环好态度 泰国餐厅 补兵厅 翠河餐厅 鑽石山奉 德川分店 黄大仙 零食王 黄大仙 FanQ冰室 紅磡 甜婆 甜蜜蜜 麵包西餅 佐敦龙姐 石和 抢粉都收 这家其实是 几个年轻人做的 但没办法 你其实是什么 基隆茶餐厅 蘇屋邨 鑫磊麵包店 薩利亚 淘大仙 鲜湖仙 洛富三田 包餅料理 觀塘 紅茶冰室 何文田 德國熱狗 新界 馬鞍山中心 Fat Angeles 大快活 這個 Chaterius 粉嶺 天水圍家湖 銀座分店吃什么 Chaterius 天水圍商場 麗洋冰室 清衣柚子冰室 Hungry Monkey 泉湾 海之暖商場 海浪叔 有两家新界 元朗和上水 玉典 沙田冬季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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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廖冠冰室 天福小食 KFC 石蔭 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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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君澳 康城 陳勤記 老餓飯店 屯門新記 雲村風味 村立米線 Europe go go 大埔廣場 新達分店 和 He She Eat 荃灣分店 在這裏 46間 可行開分落幾間 很難 你現在看那些店鋪 真的倒閉多於開店 今天訪問海鮮菜館 西貢 西貢真的剩下 我覺得 訪問他們 都是合理的 一世 本地有些網友都說西貢 什麼鞠躬人 看別人怎麼做 訪問了一間金輝海鮮菜館 他說他們做了30年 他說現在生意比疫情更加差 少了七成生意 他說西貢根本沒有人來 遊艇 又沒有客 即是沒有客人去遊艇玩 他根本沒有客人 沒有客到 他說打風下雨更加不要說 他說現在是虧錢的 他說如果圍倒被 就應該是上天賜福 圍被 好了 他今年83歲 仍然要幫忙看店 他說 朝八萬十一 只是為了請小位員工 每個月省了兩百元 他認為 西貢人樓 不會回復到舊市了 他說因為 原區內的茶餐廳很安靜 我們做海鮮 更加沒得做 他說西貢市現在多了很多急鋪 真的很多急鋪 希望業主減租 他說 疫情後經濟差 市民當然是省 他的菜館已經出了很多便宜套餐 百幾二百元位 至於大陸網上流傳 有西貢走家胡亂收費 他認為對生意都有影響 但是否認業界會胡亂收費 他說有人說 賴尿蝦收費300元 加100元加工費 400元一隻 他回應就說 喂 有些賴尿蝦大隻的 一隻都加成根重 過時過節 賣400元一根 有高沒有高 價錢都有分別 他說如果要便宜 可以選擇小隻的海鮮 一向都是 賴尿蝦王真的貴 是貴 也是貴 街市買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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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的 那些 那些 鯰鯽 黃色 橙色 大陸那些 無問題 然後 陳女士說 好像有些海鮮來貨 200元一根 自己買204元一根 那你說貴嗎 海鮮來的時候 也拼了 有時是按來貨價買 有時甚至是欠賣 另一間海鮮酒家的經理就說 西貢酒家給大陸網民說是胡亂收費 對生意有影響 不是你搞清楚 不只是大陸網民 香港網民都有說的 不過一般來說 看張單是很公道的 你看看吃什麼有龍蝦有醬拔磅 你一個人平均圍了四五個嘴 基本啊 那天我三兒子在對面吃 因為我老婆說是想吃醬拔磅 那一條醬拔磅 他收我便宜 認識我 九九水 那就是二千元 三小子吃二千一元 那你說 普通那些東西 什麼牛肉那些東西 誰叫你三個人 一碟牛肉都二百幾十元 你誰叫你三個人 因為我們那天的東西 我看上去 我叫了兩個人都剛剛好的 那如果五個人便宜一點 就是平均 但是 你又牛肉 又鍋 人家燈又火辣 你真的不用錢 我看回張單 我吃那些什麼牛骨水 什麼雲吞 那些是幾十元 六十元 五十元 但是你吃牛肉 湯底已經四五個了 已經 就是那些四個了 起碼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單 那你貴什麼呢 那你還給你 那是呀 有人說 如果三個回大陸 又吃到九大鬼都可以 那我沒有了 那麼有空 老老實實說 起碼我吃牛肉下去 嘩 你手切牛肉 吃得出是好東西 是真的 不是雞肉混豬肉加味的 嗯 好 好了 那麼 這個 西貢這個經理就說 他說 是呀 這樣人家對吃海鮮會產生負面印象 他說 有時候 那些食客 沒有問收費相關問題 加工算是否算 導致誤會 但是酒樓是會解釋的 當然 你在外面 因為西貢偶些 你不是在街市賣的 嗯 在門口裡賣的 嗯 即是那間酒家的門口 喂 隔壁有百元一斤 喂 這裏三斤 三百元 那麼他就想要三百元 那麼加工費原來有百元一斤 在那裏 當下四百元一斤 那麼 所以一定要你做這些 那些想頭 不要說我一看他講這些話 主動出擊 嗯 喂 這裏三百元 加工就百元 他什麼拿工 加工什麼 那你要講 趁機會 香港人在這裏講的 你不要說什麼 很噁心的 嗯 其實老實講 你不在街市 你覺得街市便宜 你不覺得麻煩 大埔又好 哪裡好 你拿回去 叫他這樣加工 都可以的 很多手工這麼做 就這樣賺你加工費 那時候我經常有一期 我大舊 他們在大埔街市場買完東西進去 叫他煮 煮完 當然我們都會光顧那些菜 什麼炒兩碟菜 什麼雞啊 什麼鵝啊 其實海鮮 其實總共那張單 譬如說 買單連買料 連成吃了三千元 如果平時我們不帶 那些海鮮進去的話 是四五千的 可以差很遠的 嗯 因為你街市買便宜很多 好了 那 講到市道 剛才陳女士和經理就說 他說西貢現在無論是本地人 遊客 都比以前減少 最少一半 他說過往 旺角去西貢的小巴 下午五六點要排隊 旺角去西貢的小巴 就直接在這個 街落商場後面少少 廣華醫院門口 OK 他說現在是車等人 他說本港飲食業 很艱難 他說港人不上消費 最多人星期六 就在關口 那就對 關口最多人 好 好了 曾俊華也有出事 但是曾俊華他今次出事 我不知道他的心是什麼 我不去選擇他 說是不是想 再給你做特首 那老實講 你問我在制度不變下 那些人呢 都是有不同的 那曾俊華做我覺得 一定會怎麼都會給 陳牛波 或者李家超好 起碼他做了這麼多年 財政司 他跟外國政界都是有collection 有collect的 有collect的 真的不是說什麼呢 超哥 你認識多少個外國政要 或者現在這個特首辦公室 或者在行政會議裡面 好啦 那去呢 剛剛遊完日本 他説 這兩個月 又暈遇了東京 南京和北京 咦 他回到去的 沒有問題的 他説只是還沒去西京 不如去西天吧 發神經病 他在日本還大探餘山 他說 舊路過的都曾經驚驚地 損壞核電站的輻射 但去到日本吃海鮮餐 必定是指定的動作 我不知道你是說真的還是說笑 說曾經他擔心 如果是你真的有擔心 當然是說笑 但沒有知 我先不要說 有很多藍絲朋友 你不要說 有一天給我們借錢還 也要去吃海鮮 吃壽司 你只看中國 含家產 去不入口這些壽司 自己去海裡捉 難道你中國捉那些 就乾淨 好了 他說 吃東西當然不妨做市場研究 他認識到很多不同範疇的專業人士 治療家行業的最新發展 也會思考如何應用在香港 我覺得你不要說一定有個 老實說年紀大 逍遙遠退 不過你說他很愛香港 想給香港的 我也相信的 因為你不能夠說 只是說 你們好像我們這樣 貼地的人 愛香港 其實有不同階層 不同的人 不同政界 他都有好中香港的地方 給香港不想那麼沉淪 他就說 他就說 舉例 在東京吃過不同的餐廳 享受美食 令他感覺到 當地餐廳發展成功 不禁思考 這些是不是日本的常人精神呢 事實追求盡善盡美 令到你的產品 可以一直保持到這麼高的水平呢 他說 而且不單止保持到水準 而且是一個好的價格 在那裏用1000日圓 即是大約50元左右 隨隨便便 都可以吃到一餐很好的 他說反觀香港 他很好奇 為什麼這麼多飲食業的朋友 暑艱苦經營 是不是我們租金貴呢 人工貴和食材貴呢 如果以上都是的 那怎麼可以扭轉這個局面呢 手上來講 是以上都是 好了 曾俊華就引述意見 就說 政府是否應該給予補貼 協助業界度過難關呢 他認為政府應該要給補貼的 不過 在疫情大壓補貼之後 政府都乾堂了 沒有可能繼續做這件事 揚言一定要靠業界自己想出路 提高競爭力 否則可能無可避免 被市場淘汰 如果你這裏這樣收爹呢 我就會覺得 曾俊華是提醒大家 喂 如果我們是租金貴 人工貴 食材有貴 你要想 政府也不會補助 你要想 如何提升你的競爭力 在這三個環節底下 如果不是收皮 就是最理想的 如果說到這裏 我會這樣去演繹他的Facebook 但是他就跟著說 他觀察到日本的連鎖餐廳 原來他們已經沒有了廚房 靠中央廚房 大規模煮食之後 送到分店加工加熱 降低營運成本 也可以減少租金成本 因為你不用這麼鬧的廚房 部份食肆不做堂食 只供外賣 相信值得香港飲食可以參考 我看完這裏 我不為心 我覺得他其實 真的不禁他們做官了這麼多年 他真的離開了地 我們香港不知多久 中央廚房加工 那些什麼包點 甚至乎再久一點 連鎖酒家 甚至乎我跟大家說 好像 我也免得說 我說過 你們記得記不記得不記得 好像我不要說 我的鮑魚不要說那些 只是我那些 什麼慢煮 什麼牛舌 什麼豬腩卷 什麼慢煮什麼 什麼 你以為我真的人家做一些 來交給我給你 賣嗎 根本人家是作為交給餐廳 還要是你們給了四五百元 去吃一塊扒的餐廳 然後在我那裡賣 你用七十八元 那就是那些事情 我已經在做了 但是都敵不過 曾sir 為什麼說他有些離地 他真的不知道 難道不做嗎 那你要解答了 基本問題 我們真的有百多萬人 沒有了 走了 我們真的有一班人 真的去大灣區 一小時 什麼什麼 生活圈 真的去慣慣了 對不對 之前我不知道 我和我老朋友 上個禮拜 前兩個禮拜去馬拉 看完那個 我們認為很厲害的 Mitmary之後 他說 我們大陸就是這樣的商場 不然沒什麼出門 就回大陸 老金 他說 就是這樣 差不多 就是這些品牌 設計這麼大 我心想辦了我 我特地帶你們來看這個 屌你們有沒有 打算震懾你們 是 你看馬來西亞 這個香港 然後大陸 他說 大陸就說 屌你們有沒有 你死不死 喂 好了 接著 氣氛不好 政府無能 這些解決不了 政府無能 未來信心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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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按住個荷包 這些解決不了 至於為什麼去日本 去肯消費 因為 像你說的 50元隨隨便便 一餐都吃得好 因為我們講完 掛鉤和美金 我們講完 價很高 就很划算 你解決不了 這個問題 老實說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 好了 然後 這裏 我兒子 又想要拿會計師牌 又考上律師牌 又考上律師牌 又有空 我真的要搞清楚 這件事 我不講那麼長 今天 有報道 內地新聞報道 香港金融地產業萎縮 法律學生 恐成爛尾蛙 難尾蛙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難尾蛙 好 我們看看 很簡單 香港律師會的數據 2020年以來 香港 已經有32間律師事務 所撤離 或者關閉了香港的業務 這是律師 法律招聘 顧問公司 這個叫 Lewis Sanders 報告說 從2021年起 企業內部的法律職位 因為大企業內部 可能做法律顧問 金融控制之類 一直減少 有些是因為他們撤離了香港 總部 香港的職位便減少了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彭博社引述一名姓朱的法律畢業生 他說等了成年才有實習機會 就是畢業了一年 他估計同班70個同學裏面 有兩至三成的同學 是不會考PCLL的課程 大家又搞清楚 在香港 你法律學系 畢業生 畢業生 就不代表你可以做律師 等於會計系 畢業大學 取了Degree 就不代表會計師 我所認知 你做會計的 你一定要PASS LCC之類 ACCA的專業事 在做律師 說你要做職業律師 你就要去投考PCLL的課程 現在竟然他說 這個諸同學 有七十個同學 便有兩成 都不打算去考法律專業的課程 即是沒有打算去做律師 好了 那為甚麼呢 因為 剛才你說 律師樓是這樣執行 企業內部的要求 對法律的職位 不斷減少 好了 遲些更糟糕了 還有AI 不要緊 律師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譬如上市 我們看看2023年的股份集資總額 是1,507億 說都很多錢 2023年 去年 去2021年的高峰 7,7807億 跌了八成 2024年頭七個月 就812億 按今年七月的推算 全年集資是1,393億 是比去年1,500多億更低 不要跟2020年比 那你集資少了 你做IPO的時候 需要很多律師 又沒有 賣樓了吧 不用我講 賣樓 律師這一飯沒有了 好了 那你 喂 一做這樣的法律學生 為甚麼 你要明白 為甚麼寧願 我又要再讀書 又要再付錢 考慮律師牌 我都未必有得做 但是這樣說 那他讀那個Degree 那幾年就怎樣 喂 好慘 其實現在這個 不僅是 律師 其實你很多行業 包括工程師 會計師 都有這樣的情況 喂 以前我們經常跟我兒子說 我都問過你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說過 例如我兒子那時候選 學科 我經常覺得 讀六大學 沒有甚麼特別需要 不過既然現在 他都要去拿BNO身份 又或者 如果要讀的 就是我們父母 即使我這一類人 都不能容俗 我都會覺得 最好當然是讀專業 即是會計師 律師 醫生 其他學科 無論你多有興趣 其實某程度 例如我們讀Sales 讀Marketing 叫做吹水 試好的 你可能好得行 一試不好 就走開 原來現在不是 原來你做甚麼事都要死 除了醫生 似乎還可以之外 那你說死不死 爛尾蛙 你老尾 那你怎麼搞 好 休息一會 好 我來做一次 我來做什麼 好 謝謝